现在当时邮党会选拐的规则 南大关也是担待邮党会比较早开会关系这一 而且今年会说比起去年更加漂亮 南大关门过局也将对四月十三个开始跟五月五号 将会在关来市的乡丁市基盘客家邮党会多花党 建筑会等一面欣赏邮党会 又会等吃到第五的客家料理 欢迎民众百机会来南岛七头 二一 拍摄的风气正是参谱 今天就到南大关的党会座正是开始了 现在是邮党会幸运的规则 而且今年的会控是比九年更加漂亮 南大关文化球也特别对四月十三号开始 跟五月五号为止 在关来市的乡丁市基盘客家邮党会座 现场可以兴奏邮党会 还可以兴奏在地客家料理 又到了铜花翩翩古顺风的人间四月天的季节 我们从四月十三号开始 第一场南头县的客家铜花季 即将在水里的明河村来盛大登场 接着四月二十号 我们就要移试到南头的疫情大学来举办 第三场来到福利的牛耳艺术家村 那四月二十七号也是在福利的小捕舍就是客家武化园区来举办 那第五场就来到南头的草屯演艺中心 我们今年度总共是四个地方 总共有五场 今年多年也有邀请到歌手来跟现场演唱 让民众吃到客家美食 听到客家歌客 兴奏到油党会 而且除了基盘化党以外 关键府也有几位古党的观光楼山 只要用到这古党楼来插头 用到最后可以看到油党会 在南头县今年也特别规划了六条客家的旅游路线 包括了国庆祥到福利 南头到民建 路股它是单独的一条路线 水里就有两条客家路线 那最后从水里延伸到信义 又有一条客家的旅游路线 把客家的元素融入进去 让外地的民众来到我们南头之后 感受到不同的这种风味 像我们草屯植物公园就有铜花了 还有水里 益金大学 好多地方都是很多铜花的地方 可以说是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铜花 就可以看到铜花 在这个铜花的季节 并不是说全年都有铜花 现在正在盛开的时候 欢迎我们游客 乡亲 大家一起来赏铜花 那是想要知道的 既然有关南头馆 当会坐的外党 也欢迎鄉亲 可以就文化球的旺座来打顺 也要高兴百机会来参加外党 分享这个美类游当会 吃客家料理做回来吃饭 今天凌晨差不多